再看到是俄罗斯的国防部 是秀出了两支影片来大秀他们的战果 俄军说他们在基辅州这画面 展示俄军是已经缴获了乌克兰 大批的专打战车 装甲车等等 甚至开战到现在 因为这个标枪飞弹 让俄罗斯出了许多的苦头 另外还有传出是俄军的军车 他们在赫松的部分来拍摄的影片 就发现道路上有多辆 遭到击毁的乌克兰各式的军车战车 现在俄国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他们完全已经是掌握了南部重要要地 就是在赫松的部分 美国的国防部官员表示了 俄国可能利用赫松为战略的跳板 向其他地区包含了 奥德萨等等地方来推进 而整体状况现在包含了在空袭 除了在首都基辅之外 基辅在14号深夜到15号白天 不断的传出爆炸声响 基辅的市政府也表示了 现在面临一个危险的时刻 所以宣布15号晚间开始也实施 35个小时的一个宵禁 现在市长说 现在面临一个危险时刻 包含了还有在机场的部分 也是受到重畅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进入到将近四周了 现在乌克兰的部分表示 有超过一万两千名的俄国士兵 命丧战火 同时在这个战争第一天开始 有好几家的白俄罗斯医院 就已经被当成了停尸间 现在都已经刻满了 那整个战火还持续的状况之下 现在泽文斯基也向大家 向欧美国家来喊话 希望大家能够协助 因为已经有97名的孩童 死于战火当中 而除了孩童之外 还有传出又有记者 命丧在乌克兰的战区 这是美国福斯新闻的 一名资深的摄影记者 以及乌克兰籍一名年仅24岁的女记者 都是在俄军的炮袭当中丧命 而南韩知名的网红里根大卫 不顾政府的警告 执意飞到乌克兰说要帮忙打仗 也传出到基辅之后 被这个战况给吓到了 逃到波兰被拒绝入境 战莎本人驳斥这个消息 他说他还留在基辅战斗 乌克兰成了轰炸裂运 美国福斯新闻 无数岁摄影记者扎克塞夫斯基 当时在基辅附近 遭到袭击当场丧命 担任翻译地培的乌克兰籍24岁女记者 跟着不幸身亡 几天前才静夜连线的福斯记者霍尔 也在同一场袭击中受伤送医 有人静夜出身入死 但又有人哀哄完命 南韩网红里根大卫 不过南韩政府警告 偷飞往乌克兰宣称加入义勇军行列 一度谣传战死沙场 后来又传出他去到基辅后 被惨烈战况吓到腿软 害怕真的会死 带着异行人逃往波兰 结果被挡下 他赶紧透过社群网站澄清 说独自一人留在基辅作战中 但就算他活着回家 首尔检察厅已就护照法 对他展开调查 恐怕难逃刑法就责 记者综合报道 欧战争进入到第21天了 炮火依旧不断 二军的坦克被乌克兰炸成了大火球 那么俄方也是重炮 日夜不断的空袭 乌克兰各大的城市 首都基辅现在展开了 35小时的宵禁 那么欧洲三国的总理 是不会战火 搭了7个小时的火车 来到基辅 跟乌克兰总理泽恩斯基会谈 而当下还听到巨大的爆裂声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日夜被轰炸 房屋建筑被飞弹炸的 面目全非 民众好不容易逃出家门 往天上一看 俄国战机飞过 再度投下飞带 民众吓得死命奔逃 乌克兰15号发布 全国性的空袭警报 首都基辅更宣布 从当地时间15号晚上8点开始 实施35小时的宵禁 基辅市政府表示 首都现在正面临危险时刻 多栋住宅大楼 遭到城外的俄军围城炮风 俄罗斯国防部还PO出影片宣扬战果 士兵一次排开 地面上都是从乌军手中收脚 专打战车装甲车的标枪 反战车飞弹 另一段影片则是在俄军宣称完全控制的 赫尔松地区拍摄 路边停放着大量被摧毁的乌克兰各式军车和战车 美国官员警告俄军可能以赫尔松为跳板 大举向西推进 双方交战至今乌克兰当局宣称有超过一万两千名俄罗斯士兵命向战火 另外为了挺乌克兰捷克波兰斯洛维尼亚三国总理搭火车到基辅和泽伦斯基会谈 会谈进行当下 整个基辅都能听到巨大爆炸声响 白宫也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将亲自到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 欧洲理事会更史上头一遭表决通过开除俄罗斯汇集 毕竟战火一天不平息 国际社会也难以安宁 记者综合报道 乌克兰的总参谋部15号透过理书发布了这段25秒的影片 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黑暗中有至少40发的炮弹发射升空 乌方说这些炮弹都去了该去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揭灭了13000多名的俄军 乌克兰军方并没有透露说这影片窃却拍摄时间地点 但是透过脸书提到 当俄罗斯武装部队想要走在首都基辅的街头 来夺走这些据点时 乌克兰已经知道俄方的弱点了 我们带你来看这段影片 看到这位是特斯拉创办马斯克 最近为了俄乌战争 他也不断的跟普丁来呛响 先是po出了梗图暗示要活靠普丁 还要普丁骑雄来应战 结果现在被车臣领导人隔空狂抢 说马斯克自不让利 网络上流传一张 普丁在谈判时徒手把铅笔 遮成两半的旧照 说他是戾气惊人 不过现在真相也曝光 全球首富马斯克为乌克兰杠上普丁 他公开在推特宣战 说要和普丁单挑 堵住住使乌克兰问他敢不敢 便想意外调出俄国盟友 车臣领导人卡迪罗夫屈之以鼻 说两人真的不同level 根本没办法比 劝马斯克也不自量力 美少马斯克没来怕 PO出自己拿火焰枪 还有普丁骑雄的梗图 要他带雄应战 说网友也抢看热闹 帮忙披图 让两人隔空较劲 说普丁身手了得 光靠一只手指 就能把马斯克给扳倒 网友甚至PO出网络就照 说普丁慎怒之下可以徒手折断牵扁 瞧瞧他脸上还抱青筋 看起来真的很生气 但事后证实 这只是被修图过后的假照 公开场合 普丁总习惯把玩手上的扁 没想到被网友拿来批图 以假乱真 网比身家两人也是旗鼓相当 马斯克身价两千零六十亿美金 约合台币五点九兆 普丁则是五点七兆 但这还不包含许多神秘地下资产 究竟两人要PK什么 最后鹿死谁手也令人好奇 记者综合报导 在这个里头跟一般的XO酱不一样 就是它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级来 其实就是可能烫个青菜 然后你就加一点干贝酱 或者是炒饭的时候加一点干贝酱 其实就很够味了 来五星级料理到快点够就可以买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大家 可以一起来分享资讯了